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正宗的女皇帝。 那他到底是如何称帝的呢?为什么会有人说武则天注定成为皇帝呢?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武则天的秘密。 在公元634年的深夜,唐太宗曾召见李成峰,请他推算大唐国运。 作为一名实相权能的皇帝,他升知王朝更迭的必然性,于是就问李成峰,将来代替我大唐的会是何人? 李成峰说,唐三代后,女主武王当立,这个就是关于武则天最早的预言。 这次会面之后,李世民就开始明明彻查这个预言之子的下落,后来还为此杀掉了大将李军县,因为这个李军县的外号就叫做五娘子。 另外在武则天年幼时,还曾和袁天刚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在武则天鲁娘的误导下,袁天刚以为他是名男子,所以就说,如果是李己,以后一定会成为天下之主。 好像种种说法都表明,武则天称帝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事情。 以上这两个故事,分别出自于新旧唐书之中,虽然都是正式记载,但由于太过魔幻,所以一直都被当作是人造神迹,是武则天自己为巩固王权的合理性所创造出来的故事。 不过就算是没有这些故事,武则天的经历也足够传奇。 武则天的父亲叫做武世月,是大唐的开国功臣,一生娶了两位妻子,为他诞下了两子三女。 武则天的母亲是济世,在44岁时才嫁给武则月,因此武则月格外的疼爱武则天母女,不过这也引来了正式两子和其他宗室兄弟的集合。 于是到了公元635年,武则月因病去世后,武士家族开始排斥武则天母女。 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带着他从荆州老家搬到了长安居住。 童年生活的落差也是武则天追求权力的根本原因。 到了公元637年,唐太宗听说功臣之后留落长安,又见其容貌出众,于是就将14岁的武则天招入皇宫,封武品财人,并次号五妹。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来看,武则天应该是自愿入宫,为的就是通过服侍唐太宗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权利。 但是进来之后他才发现,财人之上还有五个官职,多达34人,几乎没有可能与他人竞争。 再加上想在唐太宗这种帝王的眼皮下争拳,确实也难度太大。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武则天就将目标转移到了皇子李治身上。 他和李治的年纪相仿,本身又相貌出众,在唐太宗并重时,两人就开始眉来眼去,但就在他们刚刚确立关系后,没想到又出了一个新的变故。 公元649年,唐太宗家邦,依照惯例,武则天只能和一件没有子女的嫔妃,一同去到感叶寺出家为宁。 这一年是他入宫的第12年,没有得到权利,反而成了一个无欲之人。 到了第二年,李治为了祭奠李世民,就来到了感叶寺进乡,并在四中与武则天相遇。 当时李治的正妻是王皇后,因为常年无子,李治渐渐喜欢上了他的对手萧淑菲。 得知了武则天和李治的情况后,他就主动请求李治将武则天纳入后宫。 为的就是拉拢武则天,来帮助自己打击萧淑菲。 于是没过多久,在李治的丧夫期满后,就将武则天重新召回了后宫。 结果刚进宫没几天,就生下了儿子李红。 按照时间来算,差不多就是李治在赶夜寺时,两人曾发生了关系。 武则天进宫后,萧淑菲自然而然的,就失去了李治的宠幸。 王皇后很满意,但他没想到,这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来看,在公元654年时,武则天又产下了一女。 在这名女子出生的一个月后,王皇后曾来探望,她前脚刚走,李治又前来探望。 结果李治掀开被子,却发现女儿已死。 这时候侍从说,皇后刚刚来过,于是李治勃然大怒,认为是皇后杀了自己的女儿,自此就有了废后的打算。 那武则天的长女,到底是怎么夭折的呢? 有人说是武则天掐死的,有人说是婴儿猝死症。 根据一些资料来看,大概率会是后者,首先李治废后的原因就对不上。 而且在武则天称帝后,洛宾王为了反抗其统治,曾写下了一篇未徐敬夜讨武兆戏,其中列举了武则天的种种罪状, 包括杀兄,杀夫,杀母,却唯独没说他杀女,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这个说法,应该是后人杜转。 那抛去这个原因来看,武则天是如何成为皇后的呢?又如何从后宫之主,变成天下之主的呢? 其实和运气有很大关系。 在每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都必然伴随着萌伐士族的垄断。 唐朝也是这样,经过了李世明的贞观之之后,唐朝也诞生了一股强大的贵族势力。 李治刚刚继位时,朝中存在大量的元老重臣,作为大唐实际的掌控者,自己却没有多少话语权,这对于王权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那应该如何夺回权力呢?李治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就是废王立武。 王皇后本来就是贵族势力的棋子,废出王皇后就等于向朝堂透露一个信号,而武则天的背景简单,立武则天为后就等于让大臣们站队。 在李治试探性的透露想法后,首先中书世人李一甫带头之时,见此情形,朝中一些见机行事的大臣也都纷纷站到了李治一边。 心里有底之后,李治自己在朝中周旋,又让武则天去拉拢开国功臣李继。 此后李继直接在朝上表态,说此陛下家事,何必问问外人。 因此在几天之后,李治先是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代表贵族的王皇后和萧淑菲等人贬为庶人,将其家族兄弟流放领难,而后又立武则天为后, 并将宰相楚隋良、爪孙无忌、于智宁等人贬出惊尸,重新夺回了大唐的控制权。 那武则天作为后宫之主,又是如何走向朝堂的呢?是被李治拉上来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李唐皇族有高血压的遗传病,李治也是这样,一旦连续工作,就会头痛欲裂,要立即休息。 而武则天早年追随唐太宗时,虽然没有得到他的宠信,但却学到了不少治国方法。 于是每当李治头痛时,武则天就会为其处理作折,代理朝政。 这一处理,就处理了24年。因此到了朝堂后期,他已经离不开武则天。 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直接形成了二生临朝的局面,两人从夫妻关系,又变成了同事关系。 在公元675年时,李治自敢身体不妙,还曾提出过让武则天设政的想法,那李治就没有防范武则天夺权吗? 对他来说,武则天是一个绝佳的托孤大臣,本来立的皇子就是他与武则天的三子离邪,而且在他去世时,武则天已经年轻60岁,不可能再诞下自私, 所以除了扶持皇子,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里也注定了武则天的结局,就算是窜了李唐江山,以后也要还正于李唐。 到了公元683年,李治应兵去世,四天之后,李显继位,史称唐中总。 自己是太后,亲生儿子是皇帝,为什么武则天还要称帝呢?因为权力。 武则天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李红,李贤,李贤,李淡。 其中李红因病早逝,李贤因与武则天争权,被逼自尽,这里也有诸多争议,因为他二人的早逝,所以皇位才传给了三子李贤。 但对武则天来说,能让自己安心的不是子嗣,而是自己手中的权利。 因此在李贤继位后,武则天依旧在掌握大权。 李贤不想成为一个傀儡皇帝,但他没有选择与母亲协商合作,也没有与朝中的势力联合, 而是选择了最让武则天担心的外戚势力,准备联合自己老婆的亲戚,来颠覆母亲的掌控。 李贤的岳父叫做伟玄征,原本只是一个参军,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李贤就给他升到了中书令,这是一个宰相官职。 俨然就是在向武则天宣战,宰相裴延曾在朝堂上质问李贤,李贤却说, 我以天下给伟玄征,也无不可,难道还吝啬一世中吗? 听起来很是狂妄,于是在他继位的第55天后,就被武则天废除, 随后又扶持了四子李旦继位,使称唐瑞座。 这个时候武则天意识到自己的皇子靠不住,扶持傀儡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想要掌握能让自己安心的权利,就必须见走偏逢, 但一个女人该如何光明正大的走向朝堂呢? 首先他命人在洛阳宫前制造了四个同轨, 分别叫做延恩、申渊、昭剑、通玄,每个都有不同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后面两个,专门用来告密和造神,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规定,任何大臣,甚至乡野村夫均可告密, 而且每个告密者他都会亲自接待,其实这个就是编织罪名的借口。 此后武则天培养了一群酷吏,其中最善于告密的几人, 还因此创作了一本奇书,这一套操作下来,朝廷上下人人自卫, 整个长安掀起了一股莫谈国事的风气。 之后武则天又命人在一白石上,刻下了圣母灵人永昌地夜的字样, 然后乘入落水,再安排人去寻找,号称是在落水中发现的天使。 与此同时,还有一僧人拿出了四卷大圆巾, 其中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命中注定要做天下之主。 另外在这其中,还收录了我们熟知的推背图, 这也是有关推背图的最早记载,内容为 大絮八月,圣明运祥,纸歌昌,女主立正齐堂堂, 网人来朝龙来访,化清四海,整齐八方。 其中这个纸歌就是武,意思就是武则天称帝,是上天注定的事情。 在武则天的威逼利诱下,和一同造神封王的操作下, 朝中大臣只能默认了他称帝的和领先, 这个时期没有全程,而且他本身还有礼智的遗仗, 于是在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称帝,并改国号维州, 定都洛阳,建立了五州王朝, 而后他又将之前的皇帝李旦重新立为了太子, 并赐武姓,正是与礼堂皇族撕破了脸皮。 武则天称帝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皇室, 先后将李渊,李世民,甚至李治的后代中, 那些除他所生的所有礼堂皇族,全部都屠戮殆尽, 这是一个相当残忍的做法, 也是封建王朝中每一个开国帝王,必须要走的一步路。 只要清理得够干净,那以后天下不管是姓李, 还是姓武,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后代。 那武则天这个皇帝,到底做得怎么样呢? 这个不好评价,因为没有可以对比的人, 在封建社会中女人做皇帝,和太后垂帘听政,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首先因为他杀掉了太多皇族和名将, 在李治时期,唐朝的国土面积达到了1200万平方公里, 到了武则天退位时,失去了将近三分之一, 而且还扶持库吏,大兴土木。 之所以说不好评价,是因为在他称帝后, 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他应该传位给谁。 相同的问题他曾问过狄仁杰,狄仁杰说, 孤侄之于母子,哪个比较亲近? 陛下立儿子,那么千秋万岁后,会在太庙中祭拜。 立侄子,从未听说侄子当了天子,把姑姑供奉在太庙, 意思就是你只有一个选择,立自己的亲生儿子。 大臣们心里也清楚,武则天和武家的关系,本身就不好, 立了武家,以后能不能进宗庙都不好说, 所以不可能立武家人为太子,但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朝中大臣确定李显和李旦是其成人, 那就可能去扶持太子,自己又没有外戚势力, 只能依靠武家的人,来帮助自己监视群臣, 他必须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人们猜不透, 他到底是传为武家,还是传为李家, 以此来保持一种均衡的状态。 武家的人也不傻,他们作为武则天的工具, 如果武则天去世,李家皇子继位, 他们肯定会遭受清算,因此只能不断地寻找皇子黑料, 来博取一线生机,但就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北方的墨川可汗,又打着弃州赴唐的旗号叛乱, 为了平息叛乱,他只能召回立宪, 将其立为太子,以此来堵住反叛者的罪。 不过这样一来,朝中的势力又再次失衡, 如果太子掌权,自己武家一脉极有可能被灭族, 于是为了避免这一点,武则天决定让李武和刘, 他让太子的后代和武家的后代联姻, 以此来保证自己一脉的香火。 然后又扶持了张一芝、张昌宗两兄弟, 在太子、武家和大臣之外, 培养了第四股势力。 这也就是武则天后期所豢养的男虫, 其实就等同于皇帝身边的太监。 在武则天为政后期,张氏兄弟几乎掌控了整个朝堂, 这些人可以帮助武则天排除异己, 必要是又可以轻松除掉。 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 宰相与诸位大臣联合进军统领, 发动了神龙政变。 最终武则天善为于太子李邪, 随后住进了后宫之中, 一个月后,唐朝复辟。 这一年的年底, 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时, 小年82岁, 在临死前, 他去掉了自己的皇帝称号, 重新恢复了皇后身份, 并与先皇礼制合葬于乾陵之中。 如何能在确定继承人的前提下, 均衡朝中势力, 这是武则天做皇帝时, 面临的最大难题, 所以才说他不好评价。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